著名的沙漠綠洲拉斯維加斯 数十年来一直与干旱抗争 为了节约水源 拉斯维加斯当局计划 在2026年底前 将所有观赏性草坪移除 换成人造草坪或节水型景观 近日拉斯维加斯的众多草地 慢慢消失在人们的视线 取而代之的是人造草坪 内华达州的立法机构要求 在2026年年底前 各大企业 公寓大楼 以及私人住宅前 不具娱乐价值 仅有装饰用途的观赏性草坪 将被全部移除 事实上 位于沙漠中的内华达州 多年来饱受干旱 当地的大部分水 都来自附近的米德湖 而目前 米德湖的水位已降至历史最低点 移除草坪后 民众可以用几乎不需要灌溉的人造草坪 或沙漠植物的混合物取代 为了让人造草坪更逼真 制造商也在不断研发改良 他表示 随着近年各地汉情的加重 人造景观在快速发展 除了内华达州和加州 德州 佛罗里达州等地 同样需要人造景观